有的人则是有飞行梦 不过想要学开飞机 学费可不便宜啊 以前一定要送过 送到美国去的 几个月下来 哇动不动就是几百万 现在台湾跟美国飞行学校合作 首度通过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认可 在台湾先上三个月的地面学科 然后再到美国去做飞行训练 可以省下两个月的时间 花费立刻砍到剩50万 好 走转 眼睛盯着电脑 小心翼翼操控机器 模拟在天空飞行看到的景象 感受到的速度 所以可以看到左转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桥 可以看到最新山基本大桥 在这个地方 想要开飞机训练课程很严谨 差一点点就不行 这是由前民航局长张国正 创办的基金会 首度和美国飞行学校合作 包括电脑软体操纵盘摇杆踏板 通通符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认可 前三个月在台湾学地面学科 再到美国做一年的飞行训练 比起全程在美国上课 省了两个月 学费也少了将近20万到50万 到美国去学飞了 主要是因为澳洲的学飞 费用越来越贵 所以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飞行训练到美国 那到美国学飞 目前来说 台湾每年会有200个人 拿到飞行执照回来 那出去的人可想而知还更多一些 过去台湾的飞官机师 想要拿到国际飞行执照 得到美国欧洲或澳洲 做全程训练 虽然台湾也有四五家飞行补习班 但一直都没有国际认证 语言沟通是台湾飞行训练的一大优势 加上飞用便宜 还可省去两个月的时间 让更多人有机会一人飞行梦 记者张凯良 邵日敏台北采访报道